今日,有媒体噗出,6月的杨月伦,与一名黄泉女子从饭店走出,来到饭店附近的某酒店,两人在酒店三个多小时后才回到车上,随后王月伦前往某酒吧,黄泉女子则返回小区。 10月8日,李湘刷出聊天截图,并报气配文,朋友的女朋友也不可以坐我的车,滚蛋,聊天截图显示,该朋友称是由于自己那天她是没去城,因此造成了误会,并表示将主动联系媒体说明此事。 9日,李湘的老公王月伦也发布声明,表示从未做过对不起妻子李湘的事,自己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李湘,并仅构造谣者,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不久前的国庆假期期间,游王有偶遇李湘王月伦带着女儿们游玩,他们的女儿王诗玲又长高了许多,一家人三口正在吃饭,其乐融融。